嗨,大家好 今天想给大家录一支What's in my bag的视频 本来呢,我已经要准备出门了 可是就突然下了大暴雨 所以我就不打算出去了 就录一支What's in my bag的视频 今天要带的这个包呢 是这个Long Champs的包 是这个卡奇色的 那我就让我们开始吧 然后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很惨的 我今天本来要学习的书 然后就是 我的电脑 这个电脑 袋子是这种粉红色的 我觉得特别萌 然后我现在用的电脑是这个 MacBook Pro 这个13寸的这个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的笔盒 这个笔盒是在 韩国一家叫 的店买的 然后是我的钥匙 然后大概就是我的车钥匙 然后房钥匙 然后这个是什么Mailbox 然后有一个这样十字架的这个钥匙链 然后是我的 这就是一个粉色的这样子的 然后里面 有没有听到下雨的声 里面大概就这样记着我的 schedule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小笔记啊什么的 然后是我的钱包 我本来呢是用的这种大的长的钱包 然后我觉得它太大了 但是不太方便 昨天刚刚买的这个新的 所以这个是新的 然后打开钱包的话 就基本上是几张卡 然后和一张照片 然后我没有现金 然后就后面呢 后面这个地方呢 就装一些 明片这样子 放了这么多张明片 然后这个是在日本买的 说是放在钱包里面可以招财什么的 然后我就买了它 然后有一支笔 就有的时候偶尔如果 就只带一个钱包出去 可是需要赞什么的 就可以就很需要这一支笔 这支笔虽然很短 但是它这样了之后就很长了 然后就其实很好写 这支也是在日本的一家文具店买的 然后就是我的这个 name tag 这个是学校给做的name tag 然后我们networking的时候就把它这样 它这个特别好就是后面是有这种吸铁 然后把它这么吸在衣服上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虽然我现在用不上它 但我觉得就是做得非常好 然后就一直留着 这个我想说很多那种店都会给做的 如果你们想去做的话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钱包 然后呢剩下的就是两个这样的包 然后先讲这个大一点的包 这个呢是主要是放这种学习用品相关的一些小杂物 然后打开它的话 首先是这个电脑充电线 然后是就跟它一起 当然是这个电脑充电器 然后就是耳机 然后有一个就是这种小的订书钉订书器 然后有一个这个 这是在午夜良品买的计算器 我觉得还挺萌的 以前我都是带那种这种特别大的 因为我肯定是要随身携带计算器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太大很沾地方 然后我随身带就会带一个这种小的 然后这个是PWC给的一个纪念品 就是这种便签 其实我觉得它弄得这么好玩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就以防万一有的时候我会想需要便利签 所以我就会带上 然后有一个名片夹 这个名片夹就是这种 有的时候networking可能会收到很多名片 然后如果随便放它会折掉吗 我就会把它都放在这里 然后是一些便利贴和我的支票本 哦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之前networking时候免费IBM给的 然后是这种擦眼镜的布袋 电脑屏幕啊什么的都不用它来擦 然后这个包这个包就空了 最后一个呢是这个 就是这是一个化妆包 然后它这个包是在去年年末的时候 Olibe Young 他们就是会买十万韩币 他会赠一个这个 然后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然后他们就 我就把这个就当成我的daily的这种pouch 每天都会带了 然后这个打开来之后呢 我觉得里面格局还不错 因为上面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是这样的 然后上面呢就是我放了一个手霜 然后放了一些帮迪和这个酵素 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些杂七杂八道一个个拿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这个头绳 hair tie 然后就是我每天补妆都会用到的一个气垫 现在我用的是这个vent的黑色的这个气垫 然后就是这种一次性用的眼药水 因为我每天都带一些眼镜嘛 有的时候很干的话就会需要到它 还有这种就是一小瓶的这种眼药水 然后有一个这种牙线我会每天都带 然后是就是我当天用的口红 这是我今天用的这支口红 然后还有高光 这个是那种比较小的补妆便衔用的高光 它是back cut的 就是和那个moonstone那个小的 他们俩是一套买的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是fresh的这个唇膏 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就把它打开就脏了 它是一个就是可以把衣服上的那些脏东西吸走的那一种 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穿黑色的衣服或者什么的话 你就会粘到很多毛嘛 然后随身带一个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方便 它就是这种特别小的盒子 所以说也不会弄脏也不会粘到什么东西在包里面 我觉得会特别方便 对然后这就是全部了 我的包就空了 空了啊 然后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